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24节气的触鼠 那触鼠呢刚好也是我们秋季的第二个节气 那秋季一半我们可以分成立秋 触鼠 白露 秋分 寒露跟双降等六个节气 那在古籍里面 月令72后集结里面又说到触是直野 也就是说夏天的暑气到此为止了 那相信大家在这几天也可以感受到一些天气仍然有言 炎热跟夏天一样炎热的一个感受 那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秋老虎 相信在荧幕前的各位观众来宾 应该有深深的体会到秋老虎的威力了吧 那在秋季的触鼠的这个自然界里面呢 正是我们阳气收敛 阴气增长的一个时节呢 那在气候的部分 它是一个油热转寒 雨水逐渐减少 那在大气中的空气中呢 湿度也相对慢慢的降低了 所以秋照便成为了这个时节中秋到晚秋的一个最主要的气候 那当然这个秋照呢 也会是我们之后接下来要讲的一个养生主题的一个部分哦 那在这个触鼠的季节呢 古籍里面我们有提到三后 第一后因乃季鸟 第二后是天地使树 第三后是和乃灯 那它的意思是说 这个节气当中 我们万物开始要准备储藏养分 准备过冬咯 那第二个 相信大家一到秋天 很多人会形容它说 秋季就是一个树杀的季节 所以说这也是一个万物开始凋零的一个时候 那当然呢 第三个我们讲到的和乃灯呢 和乃灯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季节呢 各种各样的穀物呢 蔬果像是玉鼠鼠啊 然后一些设计啊 稻鼓 那一些干粮呢 等农作物已经开始成熟的时候 所以自然而然 在秋天这样的季节 有些人会提到说 为什么秋天会觉得有一点疲惫 那在我们中医里面来讲 我们讲这个叫做秋乏 那秋乏则是说 在剩下时节的时候 我们人体有了一些耗损 所以这样一个疲倦的情形 就是一个人体耗损所产生的反应 那我们中医里面 我们就叫它叫做秋乏 所以它是一个体内自我恢复 营养平衡的一个过度的一个情况 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样秋天困乏的现象 不用担心哦 因为秋季嘛 微风徐徐的吹来 落叶飘飘 自然感到是一种很舒服 想睡觉的一个情形这样子 那自然而然 在这样的季节 我们以前有提过 在四季里面呢 我们春夏养阳 秋冬养阴 所以在之后的养生篇里面 我们也会跟大家分享到 如何处理这一块的问题哦 那接下来我们会把一些 我们中医提到 畜属该注意的一些事项呢 我们分成简单的三个篇章 第一篇叫做养生篇 那养生篇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秋阀 秋阀的话 那我们秋冬就是要主动在养阴的部分嘛 所以畜属过后了之后呢 我们通常会感受到 夜间的气温稍微比较低了 也比较凉了 所以为了保护我们身体上的阳气呢 晚上的睡觉我们不能再跟夏天一样 那当然这个季节慢慢的 太阳也下落的时间比较早了 所以我们随着季节的运行呢 我们也要尽量的去做到一个 早卧早起的一个睡眠的一个行为这样子 所以基本上在夜里的11点到早上5点呢 这6个小时依次的一个经络巡情 分别是胆经肝经跟肺经等 所以这个6个小时呢 是我们睡觉的黄金时间 所以在秋季的时候呢 我们要好好把握这11点到早上5点 让肝胆啊 让你的肺经啊 得到一个适时休息的一个时候 那另外一方面我们提到穴位篇 穴位篇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讲说 这个季节呢 是以肺 那秋季这个代表的一个五行呢 又是属金 所以我们讲说是肺金主令 那在五行相生相克里面呢 我们提到金克木 所以对应到人体的丈夫就是说 在我们的肺经可以制约 这一个鼠目的干气过于旺盛 那像是秋季呢 也会容易产生一些照热的问题啊 像是皮肤容易干燥 那鼻腔容易干燥疼痛 或是有些人会出现像是口腔干燥 便秘等等的问题 那在过去的一些皇帝内经里面 我们有提到 宿问的五脏生成论里面有说到 诸气者皆属于肺 所以为什么在秋天里面 我们保养我们的一些肺经的一些功能呢 是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第一个 养足废弃了 自然而然就不易受到外血的一些入侵 那也可以达到我们养生的目的 尤其是我们在一些后新冠疫情的时代呢 养足废弃更是一个更重要的课题 在五行相当相当里面 我们也有一句叫做补土生经 所以当我们照顾好脾胃呢 自然而然就可以帮助我们的肺气 得以充足的一个情况 那在这边要跟观众朋友分享两个 我们秋季里面保养很适合使用的穴位 那第一个穴位我们叫做此折穴 此折穴呢 是我们肺气上面的一个穴位哦 那这个穴位其实很好找 此折穴第一个 我们可以先拉开我们的衣袖呢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手肘嘛 手肘上面有一条横稳对不对 在这个手肘横稳上面 我们先慢慢地画了一条线 之后找到你的食指 食指拉一条直线下来 对到我们手肘横稳的这条线的焦点呢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此折穴哦 是不是很好找 所以平常在秋季这样的季节 如果你有空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适时地去按摩我们的此折穴 达到一个酸爽的一个程度就可以了 那你大概每天呢 三餐可以按压个三分钟 那它都可以养足我们的肺气哦 那第二个穴位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手肘里的穴道 那手肘里主要是属于我们的一个 大肠筋的上面一个穴位 那第一个我们要先找到的是 手腕上面有一个阳溪的位置 这个凹陷处有没有 那接下来找到的是 曲池的位置呢 曲池很好找 曲池就是一样 刚刚手横纹的终点 这个就是我们的曲池穴 从我们的曲池穴 到我们的阳溪穴 做一个直线的一个连线 那首先我们先取一半 取一半之后我们再划分成三等份 三等份的话 差不多在这个位置的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手肘里的穴位哦 那手肘里其实相对于我们竹部 有一个竹山里的穴位 它都是可以顾忽我们脾胃的一个很好按压的位置 每天也可以按照三餐 照三分钟去进行按压哦 那一方面使则穴来顾忽我们的一些肺脏 或是我们肺气的功能 那另外一方面 手肘里一起来顾忽我们脾胃的功能 所以这两个穴位就在这个猝鼠的节气 一起分享给我们的观众朋友 那接下来要提到我们第三个篇章 膳食篇 扫心真酸凡秋造这一个俗语 这个季节呢 真酸可以用来收敛我们过往的废气 那减少一些辛辣的食物来摄取呢 也可以减少我们废气的耗散哦 好 那除了我们可以摄取一些酸味的食物或是水果之外呢 其实猝鼠的食节我们还可以吃一些当季的蔬果 比方像说像是秋季呢 这个时候像是一些黄瓜 番茄 冬瓜或是水梨 或是碧芹 甘蔗 大枣 蜂蜜 芝麻 桂花等等 这些都是一个可以帮助我们在猝鼠这个食节呢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天然的润造食物 那另外一方面中医也有讲到 通常白色的食物比较可以顾忽我们的废气 所以那在秋天的时候呢 白色的食物有像是百合 莲子 银耳 或是山药 白木耳 白果 甚至水梨这些比较轻补的柔润之品 那它就可以达到一些滋养我们的一些 润肺一个阳血的一个作用 其实一般天气一凉呢 大家就想要大补 那其实我们在秋季的时候 我们比较不适宜大补哦 我们比较是适宜的是平和的补 那所以像是一些十犬大补汤啊 肉桂腹脂 或是麻辣锅 臭豆腐这种 等等重口味一些比较重的食物呢 它比较容易铸造伤音 加重秋造的情形 所以在这个季节呢 我们就可以比较少吃一点 也许你平常一个礼拜可以吃到两三次 那我们就减少一点 我们一个礼拜吃个一次 甚至不吃或是改用其他的方式来补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 为了要让大家好好感受一下秋季的氛围 那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唐朝王维这个诗人呢 分享的一首诗曲叫做 人嫌桂花落 夜景春山空 跟大家分享一个叫做 秋桂百合拌雪梨 那其实这一道料理呢 也很容易做 首先我们到市场上买一颗雪梨 切对半 把中间的纸挖空了之后呢 相信每一个家庭里面都有垫过吧 我们就要把雪梨放进去 好 那摆上我们的百合花瓣 甚至撒点桂花呢 这个时候盖子盖起来 我们把电锅按下去 等到它跳起来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完成一道 我们滋润我们的肺部一个很好的圣品 叫做秋桂百合拌雪梨 那这道很简单的点心 我们就分享给大家 当然 其实雪梨本身就带有它的甜味了 所以您不放蜂蜜或是冰糖都没有关系 尤其是比较年纪比较长一点的呢 在糖分摄取上面 我们也要多注意哦 好 以上是我们今天的分享 如果有什么问题 或是想知道的味教主题 都欢迎各位观众呢 上我们花莲慈激医院的官网 或是YouTube 那感谢大家今天的聆听 我们下回再见 谢谢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